先給大家講一下這三款鞋 先給大家講一下這三款鞋 都是SAC你的聯名 我們一個一個講 首先是這兩雙 來自Y Mountaineering的聯名 左邊這雙是Great Web 我的左邊 然後這一雙是叫做Switchback 迴旋 老觀眾應該知道我在之前已經有介紹過SAC你的鞋款 尤其是這雙Great Web 可以說是他們這個Great科技的一個當家鞋款 因為講過了我就不想再重複介紹那麼詳細的一個球鞋講解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你可以看我之前那一篇 我就大概概括一下這雙鞋的一個腳感吧 它是包裹感非常好 然後腳感回彈性也非常出色的一雙 再一看並不覺得它很厲害的這樣一個半竹齒老虎的鞋款 也正好距離我上次分享這款鞋呢 也過了一段時間了這期間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穿這雙鞋 這段時間我穿著體驗下來 這個鞋款我上次穿的是這雙嘛 我覺得它鞋款表現最明顯的一個就是 我在穿著去行走過程中啊 我會時不時的想去下意識的用腳後跟踩一踩它這個回彈 這一個環震單元的一個回彈性 就是走兩步就想 彈一下走兩步就彈一下這種 我覺得很久沒有感受到這種回彈 帶來的一個快樂的感覺 在你行走的過程中 給到你一個非常好的支撐和回彈 這個我覺得是這雙鞋 我上腳這段時間最明顯的一個感受 這個是普通版本的 然後顏色什麼的其實跟聯名款稍微有點差別 但整體是一樣的 然後聯名這邊呢就多了一個YMN的Logo 除此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那這是這雙Gridweb 講完了Gridweb呢再講一講這雙鞋叫Switchback 它叫回旋 大家從外型上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雙鞋 它其實可以算作是非常非常越野的好鞋 它是功能是非常強的一個設計 從外觀就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拿在手上的重量呢算是比較輕的 也符合它這一個越野戶外跑鞋的定位了 並且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就是它這個BOA的攜帶系統 這攜帶系統真是對於這雙鞋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架持 整雙鞋的穿著體驗和感受都非常的好 那並且呢也是用到了Suffin 他們當家的科技叫做Ever Run的這個緩震泡棉 它也是那種顆粒狀的回彈 然後外底呢也有一個他們自己當家的科技 叫做Power Check 沒念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當然這個詞也是他們直創 現在可以看到它外底顆粒的這個紋路設計感 也是非常密集和錯綜複雜的 可以給到你在戶外非常好的一個抓地力的表現 然後前後掌的箭頭方向呢也是有區別的 其實我覺得它的一個乍一看的感覺 就是那種非常貼腳非常輕盈的 不是那種穩定性反正非常強 會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後跟的感覺 它這個後跟比較小啊 我覺得穩定性的話 這個可能是比較物理上的感覺 沒有那種大後跟的鞋那麼穩的 看起來視覺上 我個人感覺就是以我過往的經驗來看呢 這種鞋款可能會比較適合於有一些經驗 不能說完全沒跑過的一個小白穿這種鞋去跑 我覺得你可能受傷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手上鞋的材質也是非常的輕盈 並且這些網面呢是很透氣的 要注意的話呢 這位置是不防水的 壓膠的位置才是防水的 那並且它的鞋舌也是採用這種內鞋的設計 看到嗎 留緊這個BOA系統的時候呢 它這個內鞋包裹感受是非常好的 然後鞋舌是不會左右歪的那種 然後BOA這個綁帶的聲音也是非常舒服 引起舒適 解開很方便一拉就開了 我是蠻喜歡BOA系統的鞋 但是我個人擁有BOA系統的鞋款並不多 各位如果這種鞋穿的比較多的話 可以告訴我這種東西容易壞 就是穿久了會不會導致它除故障之類的 這款鞋除了有一個非常好的 越野鞋的一個外型作為基礎作為底子之外呢 它的各種科技配置也蠻高的 尤其是還配了這種回彈性非常好這種軟膠的鞋墊 然後再加上它前後掌的高度差是比較低的那一種 好像是只有4毫米 沒記錯的話 就基本上是比較平的你穿起來 不會覺得像傳統跑鞋那樣是後高前低這種 所以說它上腳的一個感覺可能是 一開始需要先適應一下 但是我覺得它還是蠻好穿蠻貼腳的 白山聯名的鞋盒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純黑的盒子 正面印著白山的LOGO 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一些很特別的地方了 這兩雙鞋我都是拿正常馬數 大家不用說特意要調大半馬 馬數還是蠻準的 如果腳背高的朋友們可能需要拿大半馬 因為這兩雙鞋尤其是這雙Great Web呢 像它看起來外型的造型感是很大很Chunky那種感覺 那其實它是蠻牙腳背的設計 詳細的原因呢 你們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的介紹 我們這大概是兩雙Wide Mountaineering的聯名 不知道各位朋友屬不熟悉Wide Mountaineering這個牌子啊 我們大家都管它叫白山 叫起來方便一點 那這個創始人叫做向澤陽界 他其實早前是在渡邊唇米旁邊做駐守的啦 四蛇五路呢也可以算是跟這川九寶林一起混過 那他應該是06年開創了這個Montaineering的牌子 為什麼這樣叫啊 好像說是他個人認為Wide這個白色的顏色呢 是代表都市的顏色 然後他個人向澤這個人呢 他非常堅信說服裝的靈魂來源於材質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很明顯的從白山的服裝上感受到 他們非常拿手善於把玩的就是服裝的一個材質啦 他們這些面料啊什麼的這種質感是非常出名的 功能性很強的都市風格這種服飾來講呢 喜歡的朋友大概都會多多少少看到過 Wide Mountaineering這個牌子的一些作品 或者說他們的秀 我剛說到這兩雙鞋呢 其實也是他們在20年的一個秀場上出現過的一個款式 尤其是這一雙Grid Ram呢 他除了這一個黑白的華色的這個配色之外 還有一個有點紫色漸變的那雙顏色 再一看圖片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用一個這樣的顏色來做這款鞋 但其實你要結合他們秀場當時穿著這雙鞋 所搭配一整套服裝的視覺語言來看呢 你就能懂得啊 那麼這大概是這一次白山和薩克尼的聯名 那這幾款聯名的鞋子呢 也會在11月1號在薩克尼的天貓店舖有發售啊 感興趣的話大家記得留意這個時間啊 那麼再過來的一個聯名款呢 是Size的聯名 熟悉復古跑的朋友們呢 可能知道Size這一間店舖 那麼這是他們這一次聯名的鞋子的鞋盒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非常有野性和生機的感覺 再一看 鞋子本身是長這個樣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除了說視覺上好看之外 還有材質上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喜歡的是它這種 馬毛的質感 當然它不是真正的馬毛啦 只是說它這個是有條紋毛 就是真的像獸皮的感覺 穿上來 鞋款的名字呢 叫做Great Azura 2000 這款鞋呢 應該也是Sakuni 今年比較想要主打去復刻的一個款式啊 其實早在5月份的時候呢 就已經重新推出過幾個配色 我會把圖片貼在這裡 這款鞋就是 這種非常花哨的設計啊 它很適合拿來做各種不同的顏色搭配 我覺得它底子是蠻好的 Size 調這個顏色 調的也蠻好 尤其是黑白的顏色配上這種 馬毛質感的一些材質呢 會顯得更有斑馬紋 獸紋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樣磨的感覺 就是好像在磨人家的小動物 就是如果有羊寵物的朋友 我們應該有感受到這種 好像在磨一隻小毛小狗的感覺 當然如果你家沒有羊寵物的話 當然我沒說 要不要考慮養一雙鞋 而且它也不會吃 不會拉 不會給你添麻煩 那時候會這樣鞋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鞋身呢 其實除了這個馬毛質感 還有網面的一些Mesh的材質之外呢 它用的很多都是透明網煞的材質 非常非常的透 導致整雙鞋的支撐性呢 稍微會低一點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拍B-Rose 我特意撐那個鞋撐 如果不撐的話 其實這款鞋的整個外型是非常扁的 然後它的鞋舌會把整個鞋口都給壓進去 就看起來很塌 整個鞋身非常的塌 當然不妨礙它的穿著體驗 它穿上去還是蠻舒服的 尤其是最亮眼的一個設計 就是這款鞋的底 它是一個可視化的Grip單元 Grip單元呢 在這雙鞋上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是如何配合整個鞋底的緩震的設計 來工作的 不過我個人覺得 這雙鞋的緩震的回彈感覺呢 不夠這雙Grip Wrap來的這麼明顯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鞋底厚度的關係 這個厚度稍微薄了一點點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它們的鞋型和腳感差別 並不是很大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個設計的 當然這個鞋的設計 我覺得最合適這個鞋型的配色呢 並不是Size的這種黑白配色 還是帶點彩色感覺會味道更對一點 更加的復古 Great Azura呢 其實早前也跟Bodega聯名過 就是你們所熟悉的那個Bodega 但是配色的感覺我個人呢 還是會更加喜歡Size的這個聯名 不用多說就是這個毛毛材質 深得我心 而且鞋墊也是這種 瘦紋斑馬紋的一些圖案 非常好看 雖然它的名字叫Great Azura 但是我覺得跟這雙原主的Azura 好像沒有太多的聯繫 我個人是不太感受得到 你們覺得呢 那麼這一雙Size的聯名呢 會在11月11號 在Sakuni的天茅店鋪有發售 喜歡的朋友記得不要錯過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不是說只有幾雙聯名鞋在這裡 大家不是那麼好買到的鞋 推薦給你們 我還有一些就是普通的款式 並且他們在這一次的雙11 也做了一些非常大的折扣 就是這一雙Azura 和這雙Jazz 4000 我個人覺得這兩雙鞋的鞋型 都是Sakuni非常當家 非常經典的一個復古型號 尤其是在他們這種 非常會拿捏材質和配色的 這一個設計感 使得在濃濃的復古味同時 我個人覺得它也是非常好搭配的 然後並且材質看上去呢 是真的有質感 真的很舒服 我盡量在畫面上拍出來 它的質感和材質給你們看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他們這種 非常多變化 顏色也好 材質的種類也好 都非常多種多樣 搭配的也非常和諧 並且要注意 多給的這個鞋帶 我覺得很好看 那麼這兩款鞋呢 就不是給我的 具體是給誰的呢 除了鞋子之外 還有一件外套 是這個樣子的 我就不才包裝了 原因你們懂的 我上次的蟲蟲衣 我覺得也不錯 寬寬大大的 然後到復古來的同時 還真的有那種 功能性所在 穿起來是蠻舒服的 那麼大概就是這一次 快速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主要就是在分享一下 自己的非常好看的聯名款式 他們具體的發售信息 我覺得這麼好的款式 真的不能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一定要拿出來分享給你們 那麼這就是這一次 影片大概的一些內容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希望你給我一件商量 如果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一下訂閱了 那我是Rock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